车里的白人孕妇即将生产 丈夫却被带到了旁边接受调查 现在只能由这个黑人帮孕妇接受 不过看她的表情好像并不简单 果然下一秒 威尔就被车里弹出的一条触手卷住了身体 此时同伴还在和女人的丈夫交流 完全没有注意到威尔正在被一条触手疯狂蹂躏 等她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手里已经多出了一个章鱼宝宝 丈夫见状连忙跑了过来 不过这迥异人类的触手和大眼睛 是不是她的孩子就不一定了 在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后 老凯也查到了让外星人惊恐逃亡的线索 有一头星际掠食者非法闯入了地球 他们寻着线索找到报纸上的女人 她怀疑有什么东西 正穿着丈夫的身体在外面活动 就像是穿上了一件人皮大衣 在接下来的询问中 老凯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女人的丈夫性情大变之前 她似乎对糖水有着强烈的渴望 随后老凯拿出记忆消除了气 洗掉了女人有关外星人的记忆 她也在附近的土壤中 证实了女人刚才的说辞 宇宙中臭名昭著的虫族入侵了地球 她们以制造大屠杀和毁灭其他文明为王 只要她们出现的地方必然会伴随死亡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线索 那么只有诗中心无人认领的停尸房 艳尸园的确发现了两具不同寻常的尸体 但老凯在看见尸体后 却在第一时间制开了威尔和艳尸园 女人在尸体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老人体内竟然没有组织器官 更像是某种特殊的运输工具 但眼间的威尔却有了更大的发现 尸体大脑里居然还藏着一个外星人